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 它是由福人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的黄元赫教授 在国家图书馆馆所发表的 《人工智慧与图书馆之应用、倡议跟预产》 那他讨论的个案是以欧美加图书馆作为范例 那整篇文章主要是focus在 当人工智慧的相关应用已经逐渐融入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那他图书馆馆员他要开始去思考 要如何应用人工智慧导入他的工作任务当中 那像是比如说要怎么去提升资讯资源 组织整理的效能跟服务的品质 或者是要怎么用机器来协助各式媒体 做自动分类 那馆员同时其实也可以投注在 具有创意的活动 然后增进资讯的可用性 并且协助教学跟研究 所以从这几个项目当中可以看出来 应用在图书馆的人工智慧 它会是一个目标导向 那使我们可以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学者Coin们就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提说 要应用在图书馆的人工智慧 它不能只是数位图书馆的计划 它要是可以实际上协助我们 就是跟各领域人们的对话 然后规划跟导入 那另外在图书馆要如何提升大众资讯素养的任务上面 也有学者建议说我们可以先思考 为了要符合人工智慧时代的需求 那要怎么去强化资讯素养的内容 或者是要怎么去应用人工智慧相关的技术 来强化资讯教育素养的效能 所以整篇文章的架构 就会先去减述人工智慧的智慧背景 然后在综合统整 国外图书馆在先前或是正在进行中 就是有关人工智慧技术的应用 或概念推广的计划 那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借由他山知识 引发我们国内图书馆界 对于人工智慧应用于图书馆的关心跟讨论 然后提出就是希望未来可以 有哪些具体的行动方案可以做 这边我们就先来谈谈人工智慧的背景定义跟范畴 那其实人工智慧的研究 它源自于英国的一位电脑科学家叫做图灵 那他曾经在1950年发表一篇蛮重要的论文 计算机与智慧 第一次提到了人工智慧的概念 然后他也提出了图灵测试就是作为电脑科学领域 创建智慧设计的标杆 然后人工智慧之父麦卡锡呢 他则是发明了第一代用符号运算的程式语言LISP 那他也曾经在2007年提说 智慧需要基于就是电脑运算能力来达到目标 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定义说 电脑程式就是他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可以称他为智慧 所以其实很难去明确定义智慧的范畴 不过如果就是他可以充分了解任务的相关运作机制 然后去获取比较好的运算结果 就或许我们可以先称他这个行为叫做类智慧这样子 在这张图当中呢 可以看出目前人工智慧的研究分支领域 那包含了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专家系统 然后语音处理 影像处理 或是机器人学等等 那其中深度学习呢 它是热门的研究领域 然后它也是机器学习的分支之一 那比较有名的应用就像是Google的自驾车 或者是人脸辨识啊 Sivri啊 或是一些个人助理等等 学者Domingos 就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提出机器学习的五大流派 包括就是源自于逻辑跟哲学 然后着重就是逆演义为前提的符号主义 然后以及神经科学的分支 就是基于神经广路中连结 人工神经元 然后深度学习方法的连接主义 那还有应用就是基因跟DNA概念 然后这些演化过程来做资料处理运算的演化主义 还有采用统计学跟概率方法 然后着重于就是处理不确定问题的被影业撕派 那最后就是强调资料匹配的技术 然后演算结果就是可以提供神经网路模型的类比主义 在人工智慧应用端的话 就包含了游戏 然后语音辨识 自然语言处理 电脑影像 专家系统 或是其他事分类 或是更贴近我们生活的行动服务产品 然后以及像是金融 科技 然后物流 健康照护安全 跟交通运输等等 另外在NMC跟ELI合著的NMC地平线报告 2017年高等交易版 那首度就将人工智慧就是列为未来四到五年的重点采用科技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发展线上学习啊 试音室学习软体跟研究 那英国的大专院校图书馆学会呢 也在学术图书馆未来经营方针报告里面指出说 人工智慧在图书馆的应用呢 其实在当时还不普及 那他建议就是图书馆界应该要积极了解跟推广人工智慧 ELX Librex公司呢 他的白皮书就统整了图书馆员 他担心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风险 那主要的问题就包括了 他们会担心说 人工智慧引进 然后可能会取代馆员的业务 那因为就是人工智慧它可以带来高效能吧 所以图书馆跟社区的连接说 带来的人文价值就可能会有一些受损 或者是人工智慧它会扩大老不平等 然后那个偏见跟歧视这些议题 然后他可能也会帮助就是传播错误的讯息 然后用来就是被用来操控推广偏见跟假讯息 那或者是他可能也会危害资料隐私 那其实隐私权是图书馆界就是还蛮重视的伦理议题 好那在了解完人工智慧的背景之后 那我们就要来看 人工智慧的应用倡议跟预程 然后他在图书馆的个案有哪些 这里我们统整出文章中提到的大学图书馆或是馆员所主导的人工智慧应用的个案 那第一个呢 它是由美国罗德岛大学图书馆所主办的AI Lab 在2018年就开放使用 那提供了跨学科领域的学生的学者去研发人工智慧相关应用的成绩 那它的属性呢 是归类在应用跟预程 那第二个就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所主办的Helmless 那它应用的就是机器学习技术来提升麻省理工大学图书馆的 硕博士论文检索系统效能 那属性归类在开发跟应用 第三个是由美国尔克拉赫玛大学图书馆所主办的Pair 那它就是作为集结人工智慧研究案的名录 然后为了要观摩就是全国各种就不一样人工智慧研究的开发案 那它的属性就是归类为倡议 接下来是由美国史丹佛大学图书馆所主办的SUL AI Studio 那它一样也是从2018年开始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图书馆馆员自己去发想相关的应用主题 然后用来就是提升他们馆场资源的丰富度跟应用 那它的属性呢就把它归类为应用 那第五个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主办的The Nineteen AI Challenge 它透过就是让大家去做人工智慧挑战的活动 然后促进成效师生对人工智慧未来应用的重视跟对话 所以它的属性就会归类在倡议 最后就是由芬兰人就是Piro Kangas 它所创办的AI for Librarian 它希望藉由建立这个网站就是可以来探索三大问题 就是包括图书馆如何应用人工智慧 那图书馆馆员呢 他应该要知道哪些人工智慧的相关知识 以及要怎么去提升大众对人工智慧的了解 那在这个阶段呢 图书馆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它的属性呢 就是会归类在应用跟倡议两个部分 好那AI for Librarians 除了介绍人工智慧相关背景的知识跟线上课程之外 那它也收录了就是全世界人工智慧在图书馆的应用案例 那包括就是用在自动主题所跟分类的INF 它是芬兰国家图书馆开发的工具 那结合了自然语言跟机器学习的相关技术 那可以让读者就是借由手机照相读取文字之后 然后自动就是分派控制与汇给文件 那还有就是我们芬兰中央图书馆开发的ODI 虚拟资讯助理的聊天机器人 那它应用了资料探勘自然语言处理跟Sierra API的技术 让就是它可以跟使用者互动 然后进而推荐读者最适合的馆长资源 那在探索跟检索当中 就是也有应用资源处理大量研究论文跟专利的Iris的AI 以及就是由大量结构化跟非结构化的资料中 萃取知识 然后以图像来呈现结构知识的阅容 那接着就是在Hamlet计划或是在ANIF计划 其实它都可以用在机构点厂当中 那最后就是赫尔辛基士立图书馆跟它的37个分馆 其实也在2019年5月就是正式去启用浮动馆长的管理制度等等 那从上面的人工智慧用在学术图书馆的实务工作 其实可以看出每个计划的重点跟发展的方向都不太相同 那也会因为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属性 然后各自有多元的期待效益 有学者在2019年呢 就曾经去检视学术图书馆导入人工智慧技术的状况 然后当时就发现 有导入人工智慧技术的相关服务算是少数 所以之后就是另外一个学者 他就提出了如果说要导入人工智慧在图书馆的话 那相关业务跟服务其实就可以转型成 比如说像是协助使用者检索图书馆相关系统的人工智慧数位助理 或者是可以用它来做自动编幕跟分类 自动研索跟宅药这些比较例行性的业务 或是也可以用聊天机器人 好那前面呢提到的都是由图书馆主导的个案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由大学所主导的个案 那图书馆在这里头呢 它的角色就会算是比较辅助型 然后比较被动型 那第一个呢是由美国尔克拉赫尔玛大学图书馆 跟它的资讯科技中心数位学习中心 还有新闻与大众传播院所所主办的Digital Skills Hub 那主要的目标呢是包含就是替关键资讯使用者提供数位工具 然后提供新兴科技 就是让创建者可以运用 然后用来强化就是他们教职原生的数位素养 那它的属性呢就归类为倡议 第二个呢就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主办的MIT Horizon 那主要就是以短文章啊短片Podcast 这些微知识的形态来呈现 那它的目的主要就是介绍人工智慧区块链 机器人学的相关知识 然后提供简短的资讯 让大众可以借由微学习 然后来快速吸收现代科技的相关知识 那它的属性就会归类在倡议 好那第三个呢 是加拿大华铁卢大学所主办的 Center for Pantone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那它提供了跨领域研究跟发展的平台 促进跨学科的合作 属性就会比较多元 可以归类为开发应用跟预程 最后一个是由芬兰的 赫尔辛基大学跟Richter公司 共同主办的Element of AI 那它提供了免费的开放课程 用来向就是大众推广人工智慧的相关知识 那它的属性呢 就会归类为倡议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得出来 这篇文章统整了数个国外大学学术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投入在人工智慧的相关个案 所以作者呢 就把这些个案的属性 然后区分为 第一个是开发与应用 第二个是倡议跟推广 然后第三个是创意预成 这三种不同的角色类型 那目前呢 是以创意跟推广的角色比较多 然后再来是开发跟应用 然后创新跟育成的角色比较少 可是呢 它的角色相对来讲呢 会比较积极一点 那其实可以看到每个个案 它所设定的参与对象 也算是蛮多元的 就是不管是包含了管员 或者是没有城市设计背景的教职员 或者是全校整体的教职员 或者是有兴趣研究人工智慧的大众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人工智慧的讨论 其实已经成为就是全球的重要议题 那所以在我们的图书资讯学界呢 可以投入就是以下的行动 然后顺应我们的时代潮流 那像是我们可以去进行 国内人工智慧相关内容 或是资源的环境搜疗报告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邀请 就是人工智慧专家 然后图书馆经营者 跟关心图书馆事业经营的读者 然后一同去做焦点团体的讨论 然后再用的非法分析 就是每个参与者共同的创建 那另外也可以建构人工智慧在 图书馆应用的学术交流平台 或者是也可以参考 就是ACR的高等教育资讯素养架构 然后提出我们自己的人工智慧素养教育的架构 至于在图书馆食物的部分 那可以做的就包括 宣导官教育读者关于 人工智慧概念的正确知识 然后培养民众的人工智慧素养 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不同的 人工智慧技术发展的活动跟竞赛 那也可以就是强化馆员对于人工智慧技术的了解 那馆员可以不定期的就是组读书讨论会 然后发想就是人工智慧技术应用在图书馆的可能方案有哪些 那除此之外就是也可以办理人工智慧通俗讲座或者是工作坊 然后运用创课空间工作坊里头可以去做课程设计 然后剖析相关的操作步骤 逐步带领读者去做操作 那也可以就是以人工智慧为主题 然后来学习区变事实 然后设计就是各项可以刺激读者的区位活动 然后促进就是图书的监狱量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也可以再去广泛收集 全世界关于人工智慧的相关计划 让图书馆可以成为人工智慧研究的典长库 或者是支援跨学科的人工智慧课程的实体 或者是虚拟教室 那也可以提供不一样的空间 然后让图书馆去扮演一个创新育成中心的角色 可以成为就是凝聚各种学科跟专业知识者的创意激发场域 那最后我们就提出了两个QA 让大家可以复习然后同时去做思考 那第一题的话呢就是图书馆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来促进就是跨学科的合作 然后让人工智慧专家图书馆员 然后以及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共同合作 然后增进人工智慧技术在图书馆服务当中的发展跟应用 好那第二题的话呢就是图书馆可以怎么样去推动人工智慧技术 在图书馆业务当中的应用 然后用来就是提升服务品质跟读者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